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乐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黑苹果系统 AMD RS560显卡 会导致的一些黑屏自动重启 还有不能进系统的问题 那么首先黑苹果的话 它对AMD显卡的支持是非常好的 但是某一些品牌的S560 4G版本的话 就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刷BIOS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因为黑苹果影响它安装的因素其实挺多的 那么IS560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刷BIOS的方法 是通过我自己来验证的 所以今天把这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能帮帮助到大家 有一些在使用这个IS560显卡的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么需要准备的工具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ADI Flash 这个是刷固件的 然后这个是GPU-Z 还有这个就是固件 那这个固件的话只适用于这个IS560 4G版本 其他版本是不能用的 这个是我自制的 定制的一个ROM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需要打开这一个GPU-Z 然后的话 再点一下这一个 把现在显卡的BIOS先保存下来 这个以防万一 如果这一个刷机不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恢复回去 这个这一步一定要做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ATI Flash 拷贝到 C盘的根目录下 拷贝到C盘的根目录下 那么把ROM 也拷贝进来 放在这一个文件夹里面 那么第二步我们开始刷机 在这个ATI Flash 鼠标点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点开始菜单 运行 输入CMD 来到C盘的根目录 然后进入ATI Flash文件夹 然后输入命令ATI Flash 斜杠P F 0 然后再输入ROM的名称 点击回车 然后的话 刷机就会开始 在刷完机之后 然后我们重启一下电脑 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刷 刷BIOS的步骤的话 就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把ATI Flash这个文件夹 复制到C盘的根目录 根目录下 然后的话 把这个 IS560的ROM 把这个IS560的ROM 然后再复制到 ATI Flash的文件夹底下 然后 然后的话 打开开始菜单 然后点运行 输入CMD 然后进入这一个 C盘的ATI Flash文件夹 然后的话 再输入这一个命令 ATI Flash1-P1-F0 RS560ROM 按回车 一般来说的话 刷机会在 1分钟左右 等待刷机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好 希望这个方法能帮到大家 谢谢大家